很多人在學德文就覺得德文文法很難 或是學德文很痛苦 因為動詞變化是太多了 可是當時我就覺得學德文是還蠻自然的一個學習吧 然後在Amazing Talks 就是老師會蠻依照每個人的程度 或是每個人想要學的東西 不要客製化的教材 之後我也會想繼續學德文 因為就是沒有對他有什麼負面的 太多負面印象 我一開始想要學德文的原因 是因為我要去德國交換 當初其實完全不會德文 聽說用英文會無法溝通的時候 所以就開始學了德文 在學習語言遇到最大的困擾 我覺得德文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 所以德文文法非常的複雜 剛才學德文其實沒有任何的升學壓力 或是考試壓力 一開始我是在Amazing Talks學德文 然後那時候就循序漸進 有些人學的步調比較快 有些人學的比較慢 他都可以蠻依照你的想法去做一些改變 或是像我當時在上德文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他就都是教單字 就是可能身體的單字 然後比手畫教之類 那時候就覺得很無聊 因為很討厭背單字 可是他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無效 就跟他反應 我就比較喜歡情境詞的學習 然後下一堂課他就馬上 他就改了全部都把教材改掉 他就有一個新的教材 最大的改變是在學習一個新的語言 就是比較開放的態度去接受 就是去學習 因為之前在學習英文算 第一個第二外語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痛苦 就是一直被逼要背單字 還是要做一些 就是一直考試之類的 就很痛苦吧 就是我覺得在心態上 會差蠻多的抱歉 而且我覺得就是 學習英文就是 本來就是蠻長的一件事情 如果能比較快樂的 去認識他的話 就是蠻棒的